我们这边很多人看过美剧紫白屋 如果看过这个剧的人 对捏着美国政治中的角色 我想有深刻的认识 那么美国人实际上 他们自己一直也讨论政治中的谎言 他不仅仅表现着像紫白屋这样的文艺作品中 实际上有很多我是捏究政治学的 很多捏究政治学的人 也是捏究政治与谎 也直接的关系 美国的内部问题很多 中美关系实际上是 美国内部问题的一个牺牲品 那么如何针对美国政界的谎言 我想是我们中国国者 中国媒体的一大任务 那么面对这种情况 我自己个人还是要觉得 尽管美国的谎言很多 但是我们面对谎言 我们还是要三个回归 我自己一直觉得三个回归 就是回归事实 回归科学 回归理性 回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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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归